你是否还会陪着我 那英对风歌王遭质疑 珍妮直接炮轰 丁泰生这次的点评很中肯 歌手2024节目在前几天结束了 毫无悬念 那英得了第一 为什么说毫无悬念呢 在歌手2024刚开始的第一期 嘉宾有那英 汪苏龙 杨成林 海岚阿牧等人 除了他们 这一次请来了两位海外歌手 樊西亚和湘提莫 这两位海外歌手 观众不认识很陌生 在第一期开播 两个人没有唱歌之前 在观众心里实力不详 就光看看中国内地歌手的阵容 以及咖位 以及还是在湖南卫视芒果台出品的节目 有些人就已经在心中 预想到了最后一集的冠军了 芒果台玩流量是一把好手 所以说 看看嘉宾阵容以及咖位 一半以上的可能就是奈英 看看如今的结果 才会说毫无悬念 不是实力上的毫无悬念 大家懂得都懂 就不明说了 在颁奖的时候 主持人还没有念出来内英的名字 站在内英旁边的谭维维 就伸手迫不及待地指向内英 奈英赶紧把谭维维的手拉下去了 似乎歌王称号早就定了 主持人念出了奈英的名字 奈英的表情非常耐人寻味 似乎在说 你们真敢给我呀 可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他只能把奖杯接过来 然后奈英就开始了精湛的演技 惊讶不可置信 随后留下感动的泪水 泣不成声 一切结束之后 奈英灌上歌王称号的话题 瞬间在网上引起热议 网友们纷纷质疑 这档节目有黑幕 但是也不怪网友们这么一份填膺 说这节目有黑幕 想一想 从第一期节目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期 奈英在名次上 从来没有拿到过第一名 甚至有一期 奈英排到了最后一名 就好像一个学渣 突然在考试中 得了个年纪低似的 奈英本人回应了自己 能够荣获本届歌王的种种争议 并说 自己敢于接受一切负面评价 这么真诚的回应 并没有停止网友对他的质疑 接着 湖南卫视也官网上做出澄清 音乐骗不了人 音乐不能骗人 可是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了 一直没有公众人物出来评价一下 都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 谁都没想到 珍妮罕见地出来发声 并且直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炮轰大音 珍妮是谁 有铁肺天后支撑的老一辈女歌手 铁血担心 我曾用心爱着你 一生有意义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可是香港天后级别的歌手 如今已经七十一岁的珍妮 早就已经退隐江湖 没想到这一次 她却罕见地出来了 并且还毫不客气地 批判了内音夺冠这件事 珍妮一直很豪爽 她的言语中并没有给人面子 这一说 自己听听你在唱什么 好意思 还敢拿冠军 自取其辱 甚至还说 把老歪当猴耍 凡西亚才是年轻女歌手中的佼佼者 太好了 事情一出来 对于珍妮毫不留情的批判 网友们的意见也呈两极分化 不过还多数对歌手质疑的网友 支持珍妮的话 珍妮只说的没毛病 就是阿戴尔必养斯来了 也只能离两厢安慕西走 珍妮说出了很多人 不敢说的话不认识珍妮的 难道你们没听过鲁冰花吗 鲁冰花是继 《世上妈妈好后让我难忘的歌》 每一个妈妈都该给自己的孩子 唱唱这首歌明明只要一期 就可以比出歌王 铺垫了十一期 人家珍妮是歌坛大姐大代表作 铁写丹心 鲁冰花 珍妮垂英子 她屁都不敢放人家 早就无所谓娱乐圈了 所以敢说真话 那些还要混娱乐圈的 都不想得罪内音 这不是比赛 只是娱乐 不必在意 谁第一都没关系 我们观众已经认识凡西亚了 我感觉这就是个综艺而已 没什么竞技性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内音肯定是歌王 我一期都没看 只是从抖音里边 看的大主播评论 不管唱的好语不好 她都是歌王 不管别人唱的好语不好 她都是歌王 这本来就是这娱乐节目 也不是专业的比赛 所以不必在意 好像好声音那事 大家都遗忘了 芒果台啊 这是娱乐节目 又不是正规比赛 就在昨天 资深乐评人丁泰生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个专门点评了 这一季歌手的视频 对比珍妮的无情炮轰 自己网友们各自不同的看法 丁泰生这一次的点评 实在太可观了 把一些问题说得明明白白 丁泰生针对网上的 各种不同的无论 问出了一个很可悲的问题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相信 主流媒体的诚信了呢 歌手的节目组是有公正处的 而且还是邀请的国际大公司 但还是会有人怀疑 这其中有黑幕 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得理性地 思考思考再思考 海兰阿牧的歌那么土 为什么会受到大众吹捧 那是因为海兰阿牧的歌 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流行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想一想 海兰阿牧自己独有的音乐的风格 把许微的幽远深长的故乡 翻唱成为了抡着啤酒化的歌舞厅 他真是把作品提升到了另外一个档次了吗 所以即使海兰阿牧在受追捧 可以喜欢他 到我们始终不能忘掉 对音乐审美的一种标准 纳英参加歌手 在第一期结束之后 纳英的实力被两位外国歌手狠狠碾压 就这么自然而然激起了网友们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 就有了五旬老太守国门的网络梗 一而再再而三被对手碾压 所以观众就在这其中 慢慢对纳英的实力产生怀疑 中国华语乐坛的天后 就是这种实力吗 后来 纳英慢慢地在舞台上 找到了最正确的感觉 发挥得慢慢好了 可是还是没有拿过第一 观众习惯了 纳英却在暗暗发力 所以 最后的结果是 当观众已经习惯性地认为 纳英实力欠加的同时 纳英在最后一期爆发出来 夺得歌王称号 前后的偏差 让观众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就有了大家对纳英的种种质疑 你们觉得 对于纳英获得歌手2024的歌王 实至名归吗 歌手2024总决赛公布 纳英为歌王时 刘欢一番碎碎念 尹热议 7月26日 备受瞩目的音乐类节目 歌手2024终于迎来了 收官之战歌王究竟花落水家 这让观众都期待不已 最终结果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纳英凭借像梦一样自由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可以说该节目自从开播以来 就受到了不少关注 只因这里聚集了大量优质歌手 不管是像汪苏龙 杨成林这样的年轻偶像 还是像纳英 孙楠这样的经典歌手 总之 歌手2024这个节目 基本囊括了老中青等多个年龄层的观众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是 刘欢居然也来到了总决赛的现场 就在何炯宣布完纳英为年度总冠军后 这时 在后面的刘欢 好像和旁边的人说了些什么 顿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猜测 那么刘欢到底说了什么呢 节目直播有风险大众印象中 刘欢好像很少出现在荧幕前了 这次为了给好友助阵 也是重返战场 决赛当天 刘欢和孙楠合作唱了一首歌曲《川梢》 这也是刘欢第二次来到歌手舞台 值得关注的是 歌手这次采用的是直播形式来进行音乐PK 没有剪辑 全脉真唱 这对不少选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毕竟 如果忘词 跑掉 这节目可是没有剪辑的 当场失误的话 这人可就丢大了 就算唱歌没失误 歌手们的一言一行 在没有排练的情况 也很容易成为网友们审判的对象 这不 刘欢的那几句嘀咕 就被网友们猜来猜去了 网友脑洞大开 面对刘欢的窃窃私语 网友也开始大胆猜测 有的是说刘欢着急下去拿牛奶 毕竟这节目是君乐宝赞助的 但是刘欢作为一个乐坛大佬 为了几箱牛奶 也不至于这样急哄哄地离开舞台啊 这个说法一看就是网友在玩梗 还有专业的独唇与人上线 这个就有点引战的意思了 另外一种说法还比较靠谱 在结合上刘欢下场的动作 可能他本人就是单纯地觉得 自己站的地方不太合适 网上评论众说纷纭 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疑惑 不过 这也不能怪网友们深度解读 实在是奈英此次的歌手冠军 有点争议 争议到底出在哪里呢 歌手冠军有争议 首先就是众多网友 对此次比赛结果的质疑 不少人认为 奈英能拿奖 肯定是有剧本的 毕竟有很多网友 更认可湘提莫和凡西亚的能力 湘提莫在B站的彩排视频 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实力这么强的湘提莫 居然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这让网友嗅到了一丝 不寻常的气息 先抛开网友们的评论不谈 我们先来聊一聊 歌手这个节目 歌手系列从2013年播出以来 到现在也有11年了 这么多年 不管是哪一季 开播后都能引发大量讨论 而今年采取的直播形式 更是增加了不少可讨论的点 结果就是 大众对话题的讨论度 超越了对歌曲质量的关注度 这显然是故此事彼的 就像之前外国选手迪玛西 忘记关掉麦克风引发的一些争议 当时迪玛西走到凡西亚耳边说 They said it must be Chinese before you 意思就是 节目组说 中国人必须在自己前面 凡西亚回答 没关系 这个片段传出来 立马引发了网友激烈的讨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黑幕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节目组也赶紧拉迪玛西出来回应 迪玛西表示 自己当初说的是 for you和你合作 不是before you在你前面 然而 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于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 该节目拿到了系列综艺里的最低评分 且依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再说回纳英 不少观众觉得 纳英的冠军有争议 主要是集中在对奈英唱功的批评上 就连香港巨废天后珍妮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还有不少人质疑 节目赛制有问题 拳击没调出前三的凡西亚 到了总决赛 却排到了第四 除此之外 刘欢在歌手中的采访 也很耐人寻味 她表示 现在歌手的热搜 很少是讨论歌曲本身的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纯粹了 以上种种 大众心里都觉得 纳英的歌手冠军的称号 没那么名副其实 不管网友们怎么怀疑和猜想 结果都已经是注定了 在这档节目中 纳英的努力有目共睹 可能纳英本人也知道 自己拿这个奖 肯定会有人说她不配 于是 在赛后的采访中 她表示 面对争议和质疑 自己真的敢接受这个冠军 因为这里面所有的故事 只有她最清楚 娱乐圈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 作为看客的我们 也就看一乐子 对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这件事